你我話當年 今集我就會和Migo 談到他和南海十三郎的趣事 南海十三郎原名江玉樓 他爸爸就是大名鼎鼎的江太史 在三十年代南海十三郎是最年輕的編劇 一生編寫過超過一百個劇本 但因為他始財奧物 中年開始神智失常 晚年生活非常老倒 南海十三郎和我的好朋友 因為他大了我十年左右 南海十三郎就是江孔恩的兒子 但是江孔恩死了之後 江家的人對他不太好排擠他 所以他的腦子有時有點亂 他不是有時都是這樣 有時是很清醒的 我試過一次 我在肖慶見過他 他當軍隊教練教戲劇 和平了之後 我們在廣州 在東堤 一撞撞到他一手揉著 說小孩 他都叫我做小孩 現在施局司馬斯坦都叫我小孩 我很喜歡和他們在一起 他說 為甚麼 我問風哥 你有沒有錢 為甚麼 我以為他借錢 他說你有沒有錢 十元港幣有沒有 有 有 一撞到廚記 吃雲吞麵 一叫 八碗雲吞麵 我說為甚麼 他說為甚麼 他說我吃六碗 你吃兩碗 他很肚餓 吃完之後 他說你今晚在哪裏住 大丈夫四學維家 你不要問我 我快來到香港 所以他這個人很瀟灑 才學怎樣 才學他懂四國文字 中國文學不用說了 編劇 讚文 詩詞 歌父 南海十三郎 和另一位著名編劇 唐迪生 都先後效力過 由粵劇大師薛國仙領導的 郭仙星劇團 而這個曾經想拜唐迪生為師 結果又是怎樣 記得準時收聽 明天的你我話當年